好 底下来呢 我们花一点时间 开始来做我们的这个 呃 什么呢 来做一个我们的这个这个 呃 搭一下我们的开发环境 好 那么开发环境这事呢 首先来讲 我们有两个东西 推荐给大家使用 第一个东西呢 叫VS Code 第二个呢 是HBuilderX HBuilderX其实上手比较容易啊 但VS Code 其实来讲 呃 里面的工具更丰富 但是用起来呢 有一点成本 但是比呃 比WebStorm配置起来 还要容易啊 所以我们来来使用这个东西 首先在这点击 好 到这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VS Code 这是VS Studio里面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一个Download for Windows Stable Build 然后在这呢 他有一个是你是用 呃 他已经知道你是64位系统了 我们是Windows 所以我们下载WindowsX64 Stable版本 要等一下 呃 速度还算快啊 还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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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否保留 保留 啊 这有一个 The users in service Not mean 呃 Mean to be run The mystery If you want to 那什么 甭管的 直接点 点 点 确定 这每次都跑到这边来啊 简直乱 我接受 桌面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安装 好 等上它安装 我 我穿下衣服 这屋里有点冷 好 完成了这个安装向导 完成安装向导以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会出来这么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里面呢 首先把Welcome这个关掉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根部路 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根部路 呃 在根部路这块呢 我们现在在就建在桌面上吧 显示桌面 这个 这个保留啊 他们一般要求保留墨迹 OK 在这儿呢 我们建了一个文件夹 呃 保管 就是react code吧 好 呃 react code的里面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放我们的代码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 呃 启动一个这个cmd 有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启动cmd 在这边你们看不见 呃 我看看怎么能让你们看见啊 附件 cmd搜索完了以后呢 然后这他会出现这个东西 然后又建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这个边上看不见 这个东西有点讨厌 啊 打开文件夹所在位是吧 好 就是你们自己要去找啊 这个没办法了啊 这个是他录影的问题 你们看不到这右边这半了 我现在只能把这个文件夹给你们拖过来 拖过来以后有一个东西 这叫cmd 这是那个提示行 正常来讲 你就直接在这上面双击他 哎 就能产生这么一个黑框 但是呢 在这呢 你不能这么干 你要右键 然后在这呢 一个一管理员身份运行 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东西 产生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还得把它这个按照要求 还得把它弄大一点 呃 以使得你们能够看清楚 呃 属性 属性的话 字体 呃 24 28 OK 啊 这个看着大一点 OK 然后的话呢 我要找到你们的desktop cd desktop dl 然后cd呢 react code dl OK 那么在这呢 是整个刚才我们所建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在这呢 呃 make dl 然后001 指今天我们上午 我们一共分10个 上午下午 建一个叫001的文件夹 然后dl 这里有001 cd 001 OK 好 那么然后在这的话呢 我们刚才不有这个吗 我们把它呃 就是open一个folder openfolder的话 我们去选一下桌面这个位置 好 把这个关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见底这个文件夹已经有了 那么在这儿 这个整个的区域已经有了 呃 这个代码的话呢 我是不是要放大一点 啊 这什么情况 OK anyway 这边放大不了 这边就只能这么大了 OK 那么我们就已经把这个 vscode的安装上去了 那么当然来讲就是还有第二个 我们的第二个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呃 但是这个hbuilder也是挺好用的 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hbuilder hbuilder x的话呢 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地方有一个download的 选择download 这是选择download的以后是hbuilder x 然后windows版本选择有一个标准14兆的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在这儿有一个正在下载的东西 然后你把它这点开 下载完了还没有 好 这下载完了的话 在这儿呢 一般来讲有一个那什么 然后用啊 这有一个解压到当线文件件吧 解压到当线文件件件以后 如果他会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叫xhbuilder的 那么你点开它是这样的 呃 我的建议呢是把它拷贝到 把这个东西拷贝 Ctrl Ctrl x 好 把它拷拷到哪里呢 就是C盘Program Files这个地下 Ctrl v 拷贝到这个地下以后呢 然后在这个地方点右键属性 然后在兼容性里边把这个调整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点击应用 然后在这儿再点击一次 然后选择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好 那么从此以后呢 你在桌面上就能找到它了 当然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哎 这个桌面跑到哪去了 就在这边 我们就挪到这边来 这是一个它的快捷方式 我们双击 OK 那么你也能看到它有那什么 当然我们不用这个 因为其实来讲 从好用程度来讲 它更好用一点 它是更轻量级 但是VS Code的未来 我们可能会看 它对于TypeScript的支持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现在使用这个VS Code 好 那么编辑编辑的界面呢 我们就已经都完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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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